HELLO 大家好,我是POPPY,今天呢要來跟大家開箱試色一組獨角獸唇膏 對,然後我真的很喜歡各種特別的顏色的化妝品 各式各樣我都很喜歡,然後這個是巴黎萊雅的新品 今天就會全部試色給大家看 那想要知道它擦起來的效果怎麼樣的話呢,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今天底妝呢,我搭配的是24H無瑕幼潤粉底液 那它是強調它是氨基酸保濕粉底,然後有10小時長效保濕的作用 像我自己皮膚比較乾的話會適合這一款 但如果說你的皮膚比較油的話,可以搭配新款的霧面持妝粉底 那我個人是覺得它上妝之後呢,不是那種很光澤很亮面的感覺 但是妝感是很服貼,然後我剛剛前面不是說它的重點在於保濕嗎 可是它同時也抗油抗汗,所以我準備了一瓶水一瓶油 我們來測試看看 好,我們先噴水試試看喔,噴水之後立刻用衛生紙按壓看看 衛生紙上面幾乎沒有什麼脫落的粉底液 然後我們再換油來試試看,一樣噴上之後再按壓衛生紙 油的話我覺得稍微油掉一點點,但是不會到太嚴重的地步 簡單測穿粉底液之後呢,要來測試這系列獨角瘦唇膏了 你知道因為我真的超期待,然後我也完全還沒有擦過它們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然後一邊試試看 我先來單擦這兩支好了,粉紅色跟粉橘色的感覺 看手部試色它是可以直接單擦的 這個色號名稱非常夢幻,它叫做仙女做光暈 那我覺得它擦上去其實還蠻自然的,它是一點淡淡的粉色 然後帶一點點霓虹光,偏紫的一點霓虹光 那擦上去我覺得嘴唇的光澤感非常漂亮 而且它很滋潤,所以也不需要實現跟它護唇膏 再來阿波羅暖陽這顏色我覺得非常特別 它在橘色裡面啊,帶著是稍微有一點藍色的偏光 所以說兩個顏色之間的對比是非常強烈的,它的光澤感也會更強一點 今天的眼影我是用它們的2in1眼影膠筆去搭配的 那我是使用102跟103兩個顏色 先使用102在根部打底暈開之後呢 在大面積疊擦上粉紅色的103 慢慢暈開慢慢擴散範圍之後呢 最後在下眼皮的正中央點上一點點103 稍微作為點綴 剩下的幾個顏色呢,我要用疊擦示範給大家看 因為你知道單擦有時候說不準 疊擦也真的是很實用好不好,所以要疊擦一下 然後搭配的是玫瑰風暴系列的622 像622這個顏色呢,我本身就已經很喜歡了 它只要用一點點,然後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染唇效果 然後是現在很流行的磚紅色 顏色看起來很深沉的這個924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個很實用的顏色喔 就你大部分的紅色啊、磚紅色 這些顏色你搭上去之後,它就會變成一個比較深沉一點 然後比較叛逆一點的顏色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用來改變形象的唇膏 如果說你有一些其他的唇膏 你想要把它打造得比較有哥德兒感的話,配它就對了 剛剛試了深藍色的底的擦,接下來要看看這隻白色的擦起來會怎樣 好好齊,而且也不想把它弄髒 925這一隻其實我覺得意外的非常顯色 然後它的光澤呢,是非常密、非常細緻的 除了像這樣的磚紅色調之外呢 我想它搭配粉紅色啊、粉橘色、甚至是粉紫色 應該都會還蠻適合的 最後要來試的是929這個粉藍色 我覺得粉藍色才真的是一個正宗的獨角獸色 所以一定要看它到底長怎樣 929的話它就是有還蠻重的粉藍色金屬光 那我會覺得這個顏色它擦起來感覺是非常強烈的 一擦上去就可以很輕鬆的做出獨角獸、霓虹光 那因為它妝感比較特別的關係 所以我會建議你也可以搭配上臉部、局部的打亮 這樣子妝感就會更完整 好,以上試色大家有沒有看得爽爽的呢? 我自己是試的還蠻爽的啦 那接下來呢我要接棒給丹妮表姐 它的膚質是油性的 適合巴黎萊雅新推出的24H橫霧無油濾粉底液 那另外我也準備了獨角獸唇膏 你知道新品一定要的啊 然後再來就是推一罐的眼影膠筆 然後還有眉筆就是請它要發揮出一個完整的妝這樣子 那以上測試的這些東西呢 整體而言粉底液我還是非常喜歡 就是我從第一次用到它開始 我就還蠻喜歡它的妝感 主要是它擦起來很服貼 對,因為你知道皮膚感嗎? 就是很容易不服貼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獨角獸唇膏 因為我就是很愛這種特殊色的產品 對,所以我自己的話我還蠻喜歡924跟929 對,但是如果說你們喜歡單擦的話呢 那就會比較適合926跟928 然後我前面還有示範一個眼影膠筆 那眼影膠筆的話我會覺得還蠻適合初學者 就是因為你就是塗上去然後把它錄開 呃...沒有什麼大大的難度啦這樣子 好,那就是說呢今天介紹的這些東西都是巴黎萊牙 然後哪裡買的話 你們應該知道哪裡買 好,不知道喔 我沒有出來要告訴你們好不好 怎麼會不知道巴黎萊牙要在哪裡買 OK,然後再來就是呢可以上去看我的網站 就有一些化妝教學啊,新品開箱等等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不好,我都試成這個樣子了 這麼獨角獸欸 訂閱一下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掰掰